一日不养百日病,百岁须得千日养 大家好,欢迎来到养生主 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来自一位男网友 我在那个完事后,下面还是硬邦邦的,可以再来一次吗? 首先我们要明确和知道一点,为什么事后还会硬邦邦 而不是事后马上呈现疲软的状态 如果你的小兄弟只是勃起而没有任何不适 这种情况下就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 这说明你自身的勃起功能叫好,非常的nice 我们不需要做特殊处理 那么如何正常对勃起状态需与小兄弟异常勃起进行鉴别? 小兄弟异常勃起是指与性欲无关的阴晶持续勃起状态 一般在四个小时以上 常常是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突然发生 或者常见于服用或注射血管活性药物以后等特殊情况属于急症 如果出现类似情况,请马上到医院就诊 医学上所称的阴晶异常勃起 是指小兄弟长时间持续勃起不疲软 此症好于发生在青壮年 其他年龄也可发病 如小兄弟局部炎症,损伤,肿瘤,白血病等都能诱发此病 多数病人并不能找出这些可能的治病诱因 所以完事之后依旧硬邦邦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很可能就是医学临床上称诱发性阴晶异常勃起症 那么诱发原因有哪些? 尽管诱发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但常见的原因我们可以分为三类 一,阴晶静脉回血受阻 二,阴晶动脉供血过大 三,控制阴晶勃起的神经系统发生了障碍 总之,如果长期发生完事后 小兄弟依然坚挺 还是及时去医院检测一下比较好 这里大概给大家说明一下如何通过时间来判断 一,勃起的时间超过两天 那么会导致海绵体内有血栓形成 勃起依然不能缓解 会导致神经反射性功能性勃起被血栓性 硬化性勃起所代替 二,如果勃起超过十天以上 那么就会出现阴晶海绵体纤维变硬 造成严重的气质性损伤 留有永久性阳尾后遗症 当然除了以上原因 还有一种原因会导致 那就是你使用了印度神油等辅助用品 不过时间太长,没有缓和 还是建议拨打120 那做版可以再来一次吗 事实上,只要是双方都感觉舒适 男性充分兴趣,女性湿润 那就不必浪费时间等待 赶紧做你们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有异方只要感觉身体疲软 又隐隐酸胀 那就应该等这些不适完全消失后 观察一段时间再做不治 但就像年轻男性在第一次射后 还没有变软 还能继续维持几分钟 乃至更长时间 或者有些人两次勃起的间隔很短 是可以再来一次 关于性生活冷藏是用哪些 一,想通过性生活减肥是不可能的 网上流传 一次性生活会消耗大量热量 相当于慢跑3000米 其实经过研究发现 性生活时所消耗的能量并不多 最多能消耗550卡热量 因此想要通过性生活减肥是不可能的 另外性生活过于频繁 反而会引起一系列问题 如性欲望减退 阳尾或早泻等 二,性生活结束后 抽一根烟会影响性能力 有很多男性的性生活后 喜欢抽一根烟 其实这很伤身体 而且影响阴晶 阴晶之所以能勃起 是依靠阴晶海绵体充血 若想充血 海绵体必须有足够的血液进入 当血液量减少时 势必会影响阴晶勃起 性生活结束后 全身血液流通速度加快 事后吸一根烟会让烟草中的有害物质 快速被身体所吸收 特别是尼古丁 会刺激大脑中枢 使得海绵体平滑肌快速收缩 最终导致阴晶血流量有所减少 三,女性并没有那么在意阴晶尺寸 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在意阴晶尺寸 一般情况下 阴晶勃起为12.4厘米 疲软状态下在7.1厘米 只要在以上范围内 就不必太自卑 其实女性最关注的是 阴晶能否坚挺和持久 四,第一次性生活不一定流血 第一次性生活是否会流血跟处女膜有关 处女膜中间有孔 每个女性不同 孔的数量大小和形状也不同 第一次醒来时 流血是处女膜撕裂所引起的 一般随着年龄增长 处女膜会越来越薄 且很有弹性 第一次性生活不一定会出血 因此不能以第一次性生活有没有出血 而鉴别是否是处女 五,不自卫不会引起杨威早泻 自卫并不会对身体带来很大伤害 掌握适度的自卫能调节身心 缓解性压抑感和性欲望 自卫引起的勃起困难和性欲下降 只是暂时的 不要太担忧 但一定要掌握好自卫的频率 六,阴毛旺不旺盛和性欲没有关系 一部分人认为阴毛越多 性欲旺越强烈 其实这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阴毛是否旺盛跟遗传以及雄性激素有关 雄性激素确实会影响男性性欲 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